今天下午在房车里边瞇了一觉啊 刚刚起床 外面的天气已经黑了 今天就不做饭了 准备出去吃个饭 今天吃个自助烤肉吧 这小猫在吻我的车 你干嘛呢 这小猫帮我看着电动车 我要进去吃饭了 这个应该是土豆丝做的饼 里边还有各种饮料 还有冰淇淋 这里边是麻辣土豆片 还有麻辣藕 有点像那个四川的冷锅串串 这里边是鸡肉 这冰柜里边全都是各种肉 我先来一盘生蚝 这生蚝看着还挺新鲜的 这种生蚝如果是在外边地摊吃的话 十块钱三个 这一盘差不多是25块钱的 一盘生蚝显然是不够我吃的 再加一点别的 这个是大南山自治州首府 西昌小香猪的肉 可以尝一尝 这个自助餐是78块钱一杯 你们觉得值不值 但我是从美团买的 所以省了10块钱 花了68 作为一个走南闯北 吃遍全国自助餐的人 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这个质量 这家自助餐的店 性价比一般 这个小店的人不多 这饮料还有一样快线的 但是好像快过期了 还是喝点别的吧 这是我的第一波烤肉 这是西纸烤鱼 都说自助餐的金活价特别便宜 就像这个大西亚在超市买的话 可能要二十几块钱一斤 但是自助餐的金价才十块钱左右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呀 吃自助餐呢 感觉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里边的食材呀 肯定是没有自己买的好 包括这牛肉啊 羊肉啊 真真假假 也就那么回事了 甚至啊 我之前自己在超市里边 买的肥牛卷五六十一盒 还不到一斤呢 那个肉说是肥牛 实际上吃起来根本就不是牛肉 所以啊 自己在超市花高价买的肉 都不一定是真肉 更何况吃自助餐了 也就那么回事吧 吃自助就得吃回本啊 是不是 刚才又加了一盘生蚝 刚才加了第二盘生蚝 发现这个饭店的服务员大麻 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哇塞 这路边有个跑车 竟然没人要了 就这么停在路中央 这里边的玻璃都被打蜡了啊 我去 走近才看到这里边的东西 连座椅都被拆空了 这是主驾驶的位置 连方向盘都被拆了 这里边现在只剩一个驾驶座 这个车的轮胎还完好无损 甚至里边还有气呢 后边的玻璃 也不知道被谁给打碎了 突然发现这辆车是没有牌照的 就这么停在这个村口 这上面写的是西南房车精英赛 这是个房车吗 不会吧 车头前方还有一棵倒下的树 这个车没有牌照 可以看到这个牌子好像是 现代汽车吧 还是什么汽车 反正是一个H的标志啊 这边还有个大灯 哇塞 这个车 这个灯没有了 可以看出这辆车的颜色啊 新车的时候也是很拉风的 就在这个村口这么停着 没有人要了 现在它已经是一辆僵尸车了 里边布满了垃圾 各种饮料瓶子 看看这个车门能不能打开 我去 车门竟然能打开 哇 这里边还有个座椅 这个座椅很酷耶 这种座椅 这座椅是赛车的座椅 还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辆车的手杀 这就是手杀 油门 离合 发现盘没了 这车的中控 屏幕都被拆掉了 这个门竟然还可以打开 哇 看看这个门能不能打开 哇 这个也可以打开 但是这个门啊 可能是年久失修 非常的紧啊 非常的紧 后排的座椅 已经被人给拆掉了 不知道谁拆的 它这个玻璃好像是塑料的 不是那种玻璃 这辆车的右侧就是一片菜地 这么大一辆车就算包废了 把它拆掉 卖零件 卖废铁也能值个一万块钱吧 为什么就扔这儿了呢 太可惜了 房车今天就停在这里露营了 刚才停车的时候 听见功能闻一声 应该是撞着后边的树枝了吧 看一下啊 车后是一片树林 应该是刮到上面的树枝了 这里不知道会不会有蛇呀 还能听见曲曲的声音 这个停车场是免费的 环境特别好 前面就是圆绝洞的景区 这里就是四川的安月县 房车生活停歇就是家 今天就在这里露营 我的房车呀 已经停水好几天了 今天终于在这个小县城打了一桶水 花了12块钱 小小女士刚才把狗粮吃了 所以我奖励她一块鸡胸肉 还看呢 你已经吃完一块了 不能再吃了 小小 给你吃这个的话 吃多了你又不吃狗粮了 我得把这个鸡胸肉藏起来 不能让它发现 放这里 除了扔个垃圾啊 夜晚的停车场静悄悄 看看前边好像还下大雾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半山腰 小小过来过来 把这个纸壳箱就放这个门口吧 这垃圾箱门口 这样别别人捡我就还能卖钱吗 这边还有公厕 还可以过来接水啊 上厕所都很方便 现在是晚上的11点44分 有一点冷啊 上车回家 现在有点冷啊 车里边是15度 我估计外边的话 应该是不到10度吧 停车场的车很多呀 但是应该都是 我手指这个方向的村民的车啊 这附近有个村子 这属于是半山腰的一个景区的停车场 暖气就不开了 15度的话还可以忍受 一会儿开电热毯 小小 你也上完厕所了 咱们也上完垃圾了 准备睡觉了啊 小机灵鬼 小小老师 给大家表演一个声器 好 表现乖巧 表现乖巧 坐下 表现乖巧 表现声器 小小的结合 开灯 准备洗漱 看看我的洗点水 就是用这个水袋接的 还挺清澈的 这一袋是10升 20斤左右吧 洗漱完毕 上床睡觉 不开暖气 感觉还是有点冷啊 抱着我的暖水袋 准备睡觉 今天这个录用地是真好 就是不知道明天早上 会不会很丑 因为白天这个停车场的人 还是挺多的 晚上是真心安静啊 一点噪音都没有 睡觉了 大家晚安